幼猫上火了吃什么降火 其实在犬猫上面 我们很少会去说上火这件事 当然可能大部分人的一个理解上火 都比如像口鼻炎 或者是开始出现鼻部的一个军裂 出血或者是破溃 如果碰到这一类情况的时候 我们往往第一个对症治疗 它如果出现了破溃 或者是有红肿热痛这样的现象 我们第一个先去抗炎 或者是进行一个抗感染 先行控制 然后除此以外 降火真的 我们很少用药或中药 去给大家做到一个降火处理 那么宠物上面有一些中尘药吧 也可以考虑去尝试 比如像一些青开磷的口服液 或者一些双黄磷的口服液 这些都可以达到一个清热拜火的作用 当然我们也希望能够去用药的同时 观察到一个使用状态 如果使用之后没有任何改观 或者病情还在变严重 那么及时停止 因为上火是我们很少会提及的一个问题 可能是其他的原因造成的 但是我们也希望能够去用药的东西